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如何做泡菜煲 家裡有很多菜頭菜味 最好用來做泡菜煲 用洋蔥切條 還有一塊的高麗菜 切塊就可以了 之前切剩的蘿蔔 金菇切尾就可以了 還有半茄的豆腐切塊 看看你想吃多大塊 還有少許的排骨 還有一罐泡菜 首先要準備一鍋水 然後煮滾 用來煮一煮排骨 因為煮一煮水 便會好一點 煮一煮髒東西 讓它滾 當排骨滾了 就可以把排骨 拿去凍水 在水裡洗一洗 洗走一些髒東西 就可以開始煮泡菜煲 準備凍水 凍水的時候 已經放了排骨 蓋上蓋子 再讓它滾 滾完之後 放些紅蘿蔔 放在水裡 放在水裡 讓它煮多一會 然後就可以放椰菜 和洋蔥 因為我有很多椰菜 但全部放在水裡 都不用怕 因為這些是菜類 它之後會出水 就會變細 所以等待整鍋 其實不會太大鍋 蓋上蓋子 焗一會 讓它煮一會 之後 等它滾完 再加金菇 還有就是豆腐 豆腐和金菇容易熟 所以最後才加 還有還有泡菜 怕泡菜會越煮越酸 所以最後才加泡菜汁 蓋上蓋子 蓋上蓋子 再煮多一會 可能四五分鐘之後 就有很美味的泡菜鍋 是不是很簡單呢? 大家可以試一下在家製 平時剩下很多菜頭菜尾 就可以做一做 最後試一試味 不夠味 就加一點鹽 今天分享到這裡 拜拜 好幾乎 好幾乎 好幾乎